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请你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欢迎来宾首先林传媒董事长施维玄 施董 大家好 财经讲师卢彦丽 大家好 科技力智库执行长吴林祥顾问 何荣好观众朋友们您好 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局主席方格Russ 大家好 好星期五来关心财经焦点 那么最近ARM就是ARM 安谋成为了科技产金的焦点 它会受到关注主要是因为美中科技战打得激烈 而安谋是以IP也就是晶片设计授权为主的 最近也看到了他们在14号 那么就在美国的纽约NASDAQ交易所 正式的挂牌上市IPO 第一天的表现来看 因为收盘大厂的将近25% 股市值超过了650亿美元 可以看到行情正好 而安谋有一个超级富爸爸到底是谁呢 就是日本软体银行软银 Softbank 这个就是软银的创办人孙正义 好2016年软银以310亿美元收购了 当时是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安谋 2020年软银原本是要用400亿美元 把安谋卖给辉达的 但是遭到了反垄断机构给驳回 所以到了2023年又再度的正式申请IPO上市 那么软银保留过半数的控制权 并且囊括了上市之后的全部收益 所以会不会日本软银因着安谋 而这个想说母以子贵呢 好来看一下安谋会不会是晶片设计的霸主呢 安谋主要设计中央处理器也是我们所熟知的CPU 全球99%的智慧型手机都采用安谋所设计的CPU 包括像是苹果一些主要厂商的智慧手机 安谋大部分的收入其实来自于权力金和架构的授权使用费 这个是重点超过50%的营收是来自于智慧手机 还有消费性的电子产品 好现在大家在看的就是日本软银 我们刚刚讲说因为它重新让安谋上市 重新让安谋IPO 孙正义的神话到底能不能够回来呢 施总您觉得 孙正义的神话 其实我们看看他过去投资的例子 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从台湾创投界的眼光来讲 会认为说这不是什么传奇 因为失败太多了 但是台湾的创投就是VP事实上太保守 我们的市场一直没有起来 对创投而言的话 我今天30个案子只要有一家成功 我就成功了 所以不能用比率 当然孙正义他的比率可能成功比率可能只有10%左右 但是不能用这个数字来看 他到底是怎么忍 他成功的时候日本人会说他是日本人 他失败的时候日本人就会说他是韩国人 可是他不管成功或者失败 韩国人都不会认为他是韩国人 因为他是移民到日本的韩国后裔的第三代 他的祖先移民到日本的时候是韩国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 这个跟1945年之后才移民到日本的人不一样 这样的一个性格 一个族群性格 日本有一些文章在讨论是说 所以会使得他的一些手法很独特 这可能跟他的成长背景有关 有多独特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他最成功的案例就是阿里巴巴 除此之外 他有很多投资中国产业 特别是他是资讯革命的一个信仰者 那譬如说他想要投资滴滴的时候 滴滴说我不需要你的一个现金 那他就说那我要投资你的一个对手 他投资那个Uber的时候也是用同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不接受我的投资 那我就投资你的一个对手 那厂长他给的资本 远大于被投资者所需要的那样的一个数额 所以这样子硬吃硬投资这样的一个说法 表现在他的整个企业生涯一个历程里面 当然是充满了传奇性 他这一次多多少少借助了AI这个题材 在炒作的整个IPO 他一直相信有个Singularity 就是那个所谓的黑洞的一个起点 他认为有一天电脑跟人脑和人的肉体 一定会三者结合为一 人类会走到那样的一个地步 所以我觉得他一直在炒作这样的一个话题 这一次的一个IPO 事实上延续着他一贯的信仰或者生意手法 这些外界也在看的是说孙正义这次的投资眼光到底准不准 不过我们回到安谋这个本身来讲 我们一样不管你是看到他的缩写ARM 或者是说一般翻成中文叫安谋 我们刚才也说了他到底在做什么 他为什么能够帮这个软银能够获利这么多 简单请这个吴老师吴顾问来帮我们看一下 就是告诉我们安谋的IP 也就是他卖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授权这个部分 可以先让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吧 收权就是提成嘛 你卖一个产品里面有我的智慧财产的部分 你卖一个我就提百分之多少 但一般为什么都要不了解呢 因为它的产品 你拆开你的电脑打开你的手机 你也看不见 到底是谁授权 对 我用你刚刚的图表讲一下 大家可能比较容易了解 下角有个晶片设计霸主问号 安谋主要设计中央处理器 CPU 可能大家对CPU比较熟悉 可能会奇怪说 苹果的CPU不是M1吗 然后我们一般用不是X86是Intel做的吗 对 MD有这个Ryzen等等 怎么它也做CPU呢 好像没听说过嘛 事实上它是IC设计里面最上层的 它做了一些基础的设计 然后卖给了其他的IC设计公司 其他做CPU公司 那我这个设计好的这个部分 是一个叫做架构 我把这个架构卖给你 然后授权给你 卖的方式不是卖断 而是授权给你 所以你做了越多 我就赚了越多 在中美竞争这么激烈的这个时候 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 它很重要 因为它的架构最主要就是 非常非常的省电 那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穿戴系统 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大 电脑随时都跟着我们走 平板跟着我们走 它跟着我们走的 所有这些产品里面 都用到这些CPU的架构 越省电越好 然后计算能力越强越好 这就是AMO的强项 所以将来大家 尤其往AI的方向 这些边缘运算 就是我们身边这些设备 如果能够非常省电的话 AMO就会用到非常多 这点太重要了 我自己也看到一个 因为我对这个蛮有兴趣 我就看到说 为什么大家这么的看好AMO 是因为它授权 也就是说 旧晶片设计本身来说 它有些是不需要重新 从头开始设计 而是直接买它的授权 我只要买到授权 我就可以用在我的产品 以它为基础 再把在网上加入我自己的设计 这样就省很多时间 就不用从头开始 少走一点路 这次AMO委托了28家银行 担任他们IPO 在美国IPO的承销商 但是主要会是由巴克莱 还有高盛摩斯根大通 以及瑞瑞金融集团 这四家银行 担任这个领先的承销商 而根据路透指出说 这个AMO的技术 在科技硬体生态系 硬体生态系当中不可或缺 全球几乎所有的智慧型手机 都使用AMO的晶片设计架构 好 我要进一步的请教Rus AMO我们讲说 美国这次看到它的IPO 根据报导是每股51美元上市 你看第一天的表现真的不错 为什么会这么被看好 而美国企业为什么 是怎么想的 到底能够从AMO得到哪一些好处 就像我们刚刚谈到 它的智慧财产 很多手机就有 几乎每个手机都有 这样的话 投资者就知道将来 这家公司会有多少的 授权 盈利 活力 所以这是一个很稳定的 一个投资的表地 其实虽然它有一些Risk 而且它在IPO的相关文件 有很长的部分是写到 他们在中国的业务有很大的风险 但是除了中国大陆市场风险之外 其他的他们的业务真的是非常稳定 我们可以好好做一个预测 他们今年明年会有大概的 这个授权使用费的收入 所以我们不能说没有Risk 因为任何投资都有Risk 一定都有风险 对对对对我们要警告观众朋友 每一个投资都有Risk 但是他们的某个程度上 他们的收入是相当稳定的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表地 你的提醒是对的 不然一窝蜂大家都想要去投资 可是只有投资的角度的话 我继续请教艳丽 因为院井基金 他们所投资的500家新创公司 也认为说重要的AI应用程式 受益于安谋 还有其他的AI公司 所以他们认为说 安谋其实是AI的核心受贿者 可是最近也看到 全球科技股因为太过于 似乎是依赖AI的单一题 才出现了一个很大挑战 包括像Google的母公司 Alphabet最近也决定要放缓 他们招募的这样一个脚步 然后要解雇全球招募团队的 好几百名员工 你觉得安谋有机会成为 市场上一个新的救赎吗 好我先回答一下 因为事实上 这次安谋股价大涨25% 有几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宣告 美股科技股的牛市持续 我的意思是说之前大家很担心 就是美股是不是因为涨太多了 然后科技股应该会泡沫化 或者是说科技股要进入一个 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休息 才会持续大涨 但没有想到 我们看到安谋 挂牌第一天股价大涨25% 确实宣示了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美国科技股 其实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浪潮 而且目前持续在多头的行情当中 特别是安谋这次的本益比高到170倍 当然台湾投资人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科技股本益比来个二三十倍 大家都觉得太贵了 100多倍你看看 高到170倍 NVIDIA是200多倍 所以我刚刚讲的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一个意义 第二个意义在于就是 刚刚何龙也讲到了 安谋大涨表示牛市的多头的主流 还是在AI身上 我觉得刚刚吴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 所有的重要的科技的厂商 不管是手机等等 几乎还是会用到 安谋的一个架构 所以我想这也宣示了 未来的投资主流 依旧还是在AI身上 第三个意义是什么 延伸出来 台湾的半导体也很厉害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大家说 安谋大涨其实也给台股吃了一颗定心丸 今天台股也大涨 台积电也大涨 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看到包括台积电 联发客等等 通通都有跟安谋有一些互相的 就是说有入股 主要的逻辑还是在于说 我们彼此之间都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那我投资你更巩固了 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想这个安谋的股价大涨 确实是有这几个相关的一个意义 另外一个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就是说 因为事实上你说Google 它现在在这个缩减它的人事 有一部分是因为它的元宇宙的发展不如预期 没错 这跟AI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不太完全画上等号的事情 不过在这个投资安谋 你拉开它这个投资名单 这个法人投资方面既然看到了有Intel 有这个灰达等等之外 也看到台积电 虽然说台积电只区区投资了1亿美元 但是我们都知道台积电从创立开始 其实就一直坚守晶片代工的角色 当然不像这个Intel他们这个做晶片 但是最后也搞这个晶片设计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台积电会让客户很放心 因为他们专注在晶圆的生产而已 可是这次看到说他们投资安谋 所以大家在想说 从过往这个企业都会投资中上游的这个厂商 这样的一个战略来看的话 好像感觉台积电在故装 我想请教吴老师 有什么是我们没有看到台积电的这个战略目标 好 你刚刚讲那个问题里面 关键就是那个战略 因为投资只有两种途径 一种我们就是为了投资直接就要赚钱 这个叫做财务型投资 一般散户 艳丽之导的散户 大概目的都是这样子 我投资当然要赚钱 但是投资还有第二种途径 第二种就是你刚刚讲的策略型投资 我投资钱下去不是为了直接 从这家公司分到多少获利 而是因为我的投资我得到其他的 其他什么 关系 价值的 有价值的情报 对不对 那创投或者这个高科技行业 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 而且你刚刚用的那个问题里面 说区区1亿美元 当然这个1亿美元 对我们产客来讲 相较于其他 相较于其他 对 但是如果能够只用区区1亿美元 我就能得到我要的情报关系 这个网络 或者是比人家先找一步 知道这个技术发展的方向 那也就够了 所以并不是在乎多少 看你能不能得到你所要的所谓的 策略型投资的真正的目的 那不要忘记台积电江湖地位 他投1亿美元 跟Ross投1亿美元 可能意思不一样 Ross投1亿美元 可能还是散户 可是如果台积电投资1亿美元 说不定他可以拿到一起董事 就不一定了 所以这个是策略型投资 最主要的一种行为 关心国际大势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缘局势 周外到周六晚间九点 怀疑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上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叫铃铛 好刚才我们说短期的未来 AI还是王道科技竞争之激烈 现在看到欧盟要查 中国电动车的补贴方案 欧盟指挥会议的主席 冯莱恩在9月13号 他就宣布说欧盟要对于 反补贴调查来展开调查 对于中国大陆的电动汽车 展开反补贴调查 因为他认为世界市场充斥了 中国大陆的廉价电动车 其实意思是说 因为比较价格起来的话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确实是比较低廉的 可是在欧盟的眼光里面来看的话 就觉得说这些汽车的售价 之所以能够卖得这么的便宜 就是因为有国家的大量补贴 才被人为的压得这么低 而且他认为这是不对的 这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就要展开反补贴的调查 好可是中国对于电动车的政策补贴 其实早就行之有年了 为什么现在突然变成了欧盟的剑拔呢 这个部分 施总您怎么看 其实从疫情烧板 大概就是前年的6月开始 欧洲对于中国电动车的暴怨就出现了 不是现在才开始 这一阵子会成为一个话题 跟幕里黑的汽车展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整个媒体就说 中国是参展里面厂商数量最多的 然后而且他参展的数量是上一次展览的超过一倍 类似这样的一个新闻话题 所以使得欧盟这一次的一个表态 特别受到矚目 但是调查事实上只是WTO争端解决的第一步 而且是很小的一步而已 调查是他自己要做调查 调查完了之后 他如果觉得成立的话 他可以直接通过中国大陆 或者是他notify WTO 然后中国大陆在那边回应 然后如果双方面都不满意的话 到最后可能会到 譬如说到法官那边 WTO的指派的一个法官 那边去做一些参与 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法官 拜登他都一直不指定法官 所以整个路都已经堵死了 所以这只是第一步 我觉得后续再看看会怎么做 所以这样子处在一个 因为美国退群 WTO的功能丧失 大家互相告来告去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觉得是大家借着这些动作 再慢慢整理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出来 事实上如果真的打贸易仗的话 我们看看这一阵子欧盟国家的一个报纸 一个看得出来 欧盟的产业也反对 他们就怕伤害到自己的产业 德国游戏 对 中国大陆也会有相对的制裁 或者报复措施 到时候损失的还是自己的一个产业 这等一下我们要特别来深聊 不过我们都知道说电动车当中 其实成本最高就是电池 在这部分中国大陆确实也占有 目前是有既定的优势 而欧盟对于反补贴的调查 其实也反映出了欧洲汽车产业 意识到了一种危机感 所以路透社最近就报道说 你看就在今年慕尼黑车展 参展的厂商当中 大约有41%的这些厂商 他们的总部是设在亚洲的 那么中国大陆厂商这一次参展的人数 攀升了一倍之多 他甚至有一个 这个以中国为主厂的一个厂区 而且我这次也看到说 包括像一些双B 我们知道一些德国的大厂牌 他们竟然是合并来参展 那么比亚迪就是中国大陆的 非常知名的电动车品牌 欧洲区董事总经理叫舒有欣 他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比亚迪已经进入了15个欧洲国家 而且开设了140多间的门市 欧洲的这个地方 现在看到了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全面的进攻 所以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厂牌 在欧洲 现在到底我们如果看市场的话 取得怎么样的一个成果 它又给欧洲的这些大厂 带来多大的竞争压力 好我先给大家几个数字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非常的有感觉 事实上现在 中国大陆的品牌 在欧洲的市占率是8% 这个概念是跟前一年比较起来 已经成长一倍 那他们的目标是 希望在2025年 就是两年后 要从今年的8% 一口气提升到15% 那也希望在2030年左右 再提升到20%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像 对于自己汽车工业 非常有信心的欧洲人 特别是德国人 他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汽车品牌 在他们的路上 咻咻咻的这样子奔驰的时候 他们内心一定是难受的 所以呼应一下 刚刚施董提到的这个 慕尼黑车展 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德国总理肖子讲了一句话 因为就有媒体记者去问他说 都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品牌 那对德国的汽车工业 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肖子他就说 你们不要被中国大陆这些品牌 给惊吓到 你们应该是被激励到 对 不是害怕 而是被激励到 对 没有错 那大家听到 听到这些 这个欧洲品牌大厂的耳朵里头 他们觉得不是滋味 因为他们觉得 我们就是能力成本高 我们就是土地昂贵 对 那所以整个家种起来 他们会觉得 光是在管理 或者是成本这件事情 他们要跟这些中国大陆的品牌 去一较高下 坦白说确实是有点难度的 所以可以怎么做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第一个 当然除了政策上面 我想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 最新的措施或者是变化出来 是 第二个 德国的品牌 依旧还是要持续的往 中高阶来做一个发展 所以这一次其实双B也针对 高阶的产品 有一些新的产品出来 不过重点是那是2025年 才会上市 那当然又给了比亚迪 还有其他的中国大陆品牌 很多的一个机会 那接下来 他们可以采取一个策略 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 我打不赢你的话 我就是跟你合作 你的电池这么厉害 我就是买你 我就是跟你合作 那至少我在 close down 这件事情 我可以有一些成果出来 不过我事实上 我要提醒大家另外一件事情 包括比亚迪在内的 中国大陆的汽车品牌 现在东协 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几个月之前 因为我泰国有些朋友 他们跟我说 他们半夜去排队 买比亚迪的汽车 我是一整个惊吓到 因为他们觉得CP值很 半夜起来排队 半夜起来排队 那事实上媒体也有刊登这个新闻 因为现在买华为手机 对 没错 所以就是我想确实 因为他CP值高 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个竞争策略 我觉得接下来 他的势力是不能够忽视的 你刚刚提到补贴 你说欧盟在抗议说 中国大陆有政府的补贴 但是肖茲在这个车展 我记得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说 接下来也考虑说要补贴 好像是1000欧元 来辅助这个德国的这个传统的车厂 赶快来做转型 赶快来升级 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电动车 尤其大陆电动车 到底做的怎么样 来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是最新的 而且就是从大陆的朋友分享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他现在这整个 他这个连副驾驶座 这边都是触控式的屏幕 所以我们通常来讲说 你这个车子是10寸的 还是说14寸的 他们是一整排的 都是这个荧幕 甚至在上面 还可以连接这个影音设备 在上面唱卡拉OK 其实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那我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面对这个欧盟说要 进行反补贴调查 中国商会也发布了一个新闻稿 他们强调说 中国的汽车优势不是靠补贴 因为他们说 中国政府的新能源补贴 在2022年底 已经完全退出 而中国汽车的产业会强 是因为来自于市场的竞争 太强的关系 好所以不靠政府的补贴 大家在好奇的一点是 为什么还能够维持一个低价策略 这是第一个 还有市场竞争真的是用逼出来的吗 我同意 刚刚那个欧盟商会 中国商会讲的是 的确强烈的竞争 因为补贴其实不是问题 各国政府都会提供经费来补贴 只是你补贴给谁 如果你补贴给大学 研究机构 让他们带动产业的发展 可以啊 这是美国的做法 如果你补贴给特定的公司 希望它能够带动产业发展 也可以啊 尤其国营公司 这是中国的做法 但你刚刚讲的欧洲的中国商会 所以说已经停止了 这是前两年 中国对于那个新能源车 他们叫新能源车的补贴方法 是补贴给市场 鼓励大家去买 你买车 我给你减免 但是你买谁的我不管你 所以才会出现野蛮成长 我关注中国大陆电动车品牌 最多是500多家 不明啊 500多家 前两天我在看的时候 现在大概上180 90家 真的野蛮成长 那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之下 当然就会降低 就会品质会拉高 让淘汰的不行的 那BONDERLINE 这次这个反补贴调查 不像你们看新闻 他在OBEN职委会上面宣布说 我们要对中国才能 这个反补贴调查 台下一片掌声 我把这个叫做科技民族主义 或者科技国家主义 这其实带有很大的情绪的 但我觉得当然也很讽刺 因为你是民选的 你为什么不让 如果是物美价廉的车子进来 老百姓可以买到便宜的车 有什么不好 他为什么要反对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些 一些政治操作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在里面 所以我想补贴真的不是最大的问题 还是品质要够好才可以 对 就这个汽车业 业内人士来说 纽约时报也就特别表达说 欧洲车厂很担心 他们说汽车业内人士 也很坦白地讲说 欧盟的这一招也许有效 但是有可能会导致中方的报复 而且这个报复的风险还不低 中方的风险 报复风险是什么 至少中方也可以展开一个反补贴调查 身为一个美国人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我们长期说欧盟还有欧洲各国都是给厂商 不管是哪一个行业 汽车其他的最有名是飞机 是给他们补贴 所以中国也可以展开一个调查 但是中国有另外一个手段 是欧洲比较没有 他们可以动用国家这个官媒 批评欧盟 或鼓励大家不要买欧洲 欧洲汽车牌子 对不对 买国内的 买国货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 如果中方这样做的话 那厂商不管是哪一个品牌 真的很难面对 欧洲车厂可能会很伤脑筋 如果真的像假设是说 像进iPhone手机这样 还要进汽车的话 对不对 这个影响很大 对 但有可能吗 我不能排除 尤其是如果像BYD 科技越来越好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买 价格好 科技好 没有人说他的科技不好 对不对 他真的有竞争力 后续是因为过去有补解 当然是有绑住 但是他的科技的确是 pretty good 对不对 不要忘记了 就是说现在整个大环境 如果以经济环境来讲的话 确实大家会追求到CP值 这个能够物美又价廉 对于所有消费者来讲 是最先追求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关心国际大势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人局势 中文到周六晚间九点 环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伙伴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好回到前 我们继续带您来关心的是 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 8月发布 今年大陆总共有136家的公司上榜 而数量是连续5年位居各国之首 其中中国大陆的国家电网公司 是排在第三 而中国石油则是排在第五位 第一名是美国的Walmart 第二名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国家石油公司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沙特阿美 但要讲的是说 从中国大陆的企业进榜的名单 而且是排在前几名的 这样一个状况来看 要跟全球竞争的话 石总您认为 在中国 特别以中国角度来看的话 是依旧让国企来领头吗 看我们如何定义竞争 如果我们指的竞争是整体的经济表现 譬如说今年 大家预估中国大陆的GDP成长率 5.5% 或者是至少有5% 而美国不到2% 指的是这样总体的国力的竞争的话 那的确国企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或者是我们看它一带一路的发展 一带一路 本来是为了让它的西部地区扩张市场 现在已经成为 把中国大陆的基础建设的技术等等 然后伴随着它的政治影响力 然后形成了一个战略布局的话 那个也的确是国企领头 至少基础建设方面 还有就是public facility 热体水电这些 那特别是其中的能源 以上这里面又有 这里面有政治的一个意义 因为能源对中国大陆的这些国企 或者是国家投入相当的资本控制的 这些石油公司等等 它本身是生产者 它也是购买者 跟谁购买 跟西方世界 包括跟美国买很多 那中国大陆跟美国买天然气 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也谈过 买的特别贵 1000元就前25年 这里面就是政治按盘交易 我们不知道说 美国在这里面赚到了甜头 那在政治上在哪一方面 它就让给中国 所以这是政商混合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没有活气的话 达不到这样的政治的一个按盘交易 但是如果我们讲的竞争 不是这总体面的 不是这个政治面的 我们针对特地的 譬如说科技的制造 也或者是特别服务业 那中国大陆的创投 中国大陆的资本 以及产业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10年 在服务业 譬如说抖音 它本身就是一个服务业 它跟传统的一个制造业 是相当的一个区别的话 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国家的影子仍然在 但是基本上是市场机制 如何在市场机制里面存活 你这个公司的一个体制 要有某种程度的透明化 以至于才能符合全球化的潮流 进攻欧洲跟美国市场 我觉得抖音就是一个 很著名的一个例子 像这一类的一个产业 国际在 或者是国家的影响力还在 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 私人资本 以及市场机制 在这里面发挥很大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区隔来看待 不同的部门 有不同的角色 是 好我们进一步就来看中国的民企 你可以看到是中国民企的500强 那么也由中国全国工商联 在9月12号 他们发布了2023年的 这个中国民企 企业500强的榜单 其中看到金东集团 阿里巴巴 还有恒利集团有限公司 是位居在榜单当中的前三名 好 那么你可以看到是说 这个是民企的部分 但是今年有分析家也看到 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的问题 就说在双循环里面 其中内循环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但是从这些指标性的 我们刚刚讲说 不管是电商或是传产的企业 他们目前一些在数字上看到 有复苏的情形来看的话 这种担心目前解除了吗 我认为还没解除了 那我先解释一下 京东它之所以成为No.1 我想这就是电商物流 很厉害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事实上这也跟我记得 我半月之前来这个节目 也跟大家分享到 好事多在中国大陆 依旧是人山人海 还是在排队不停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主要还是因为其实内需的状况不好 人民更会经打细算 他们更需要高的CP值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想京东 他之所以能够做文霸主的地位 因为联装 那当然跟这个内需不是很好 但是他想办法做好他的物流 想办法做好他的服务 我觉得这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事实上京东集团 他们自己也有特别解释 就是说没有想到今年夏天 我们的业绩特别好 意思就是说夏天业绩这么好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自己也觉得很意外 是因为人民真的变穷了 所以大家更喜欢在电商上面 找更便宜的东西 然后CP值更好吗 这我不知道 因为京东也没有解释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这跟个别企业的这个 竞争的策略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拉回来讲 中国大陆现在的内需 到底有没有因此复苏 我觉得还是要持续去看 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包括 就连人行现在都降准 那降准主要的意义就是 因为给银行松一口气 有更多的资金的活水 那最主要的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 人民币真的太弱了 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 扁了是高达5.5% 这个数字的意义在于说 它是2010年惠改以来 人民币最弱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想其实中国大陆的政府 现在真的是两难 就是一方面我要救内需 然后我又不能够让我的人民币太强 因为你太强的话 又不能够就出口 所以我想这个内需是不是已经复苏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看的是比较保守 因为我们在节目里头 分析过很多次 房地产状况不好 然后现在年轻人也不鼓励创新了 就是好歹几年前 我们在很多节目也会跟大家分享说 现在中国大陆好多年轻人 20几岁就拥有多少的财富 然后台湾的年轻人羡慕倒不行 可是因为现在鼓励新创 这件事情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目前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积极 所以我想其实在内需 你说它是不是全面复苏这件事情 我是看的比较保守一点 所以你说像是变慢了 或是说停滞下来 那真的也就是让我想到 前几天不是大陆央行也才讲说 对于人民币的贬值 不会坐视不管嘛 你就立刻看到他们宣布降准 一下子5000亿人民币 就进到了这个银行 希望能够来复苏一下经济 不过进一步来看 因为刚刚提到说 都在民企500强当中排名前面 这几名的其中阿里巴巴 我们就来看到 马云是要回归阿里巴巴了吗 马云在海外旅行了一年 今年3月回到了中国 在同一时间 原本担任他们执行长 就是张勇决定把阿里巴巴 首席执行长 还有董事长的职位 分别让给了马云的心腹 吴永敏还有蔡崇信 就是在画面当中的左边跟下面的这两位 所以外界很关注的就是马云 是不是虽然大家所知道的 可能是他已经离开了这个阿里巴巴的核心决策圈 但是其实他的影响力还在 那张勇突然辞去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 吴老师您看到 是不是代表说马云在回归之后重新拿回了 就像刚刚讲说他重新回归阿里巴巴 而且是掌握实权 阿里巴巴的影响力 我说马云在阿里巴巴的影响力其实都在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戴小平1979年复出之后 然后他其实没有占据任何真正国家 或者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位置 甚至他在1989年之后自己隐退 到1997年2月他过世之前 他没有任何抬头 对不对 但是他说话谁不听 对不对 所以所谓的影响力 其实他也可以是实权 要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功勋 有功劳 而这个功劳部是在每个人心中记着 所以他一讲话大家都听 他就有影响力 所以这个比喻 当然用政治跟商界是有点关系 商界还有一个不同 就是阿里巴巴的股份里面 马云好像并没有说什么 他要大量出托 或者转成什么基金会 他就不管了 所以他的权力影响力 其实一直都在的 那只是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 而且他现在年纪也不是很大 我们还春秋鼎正 看起来还蛮年富力强的 所以他如果真的还有ambition 有一些想法要做什么事情 等待适当的时机他再付出 这其实不是什么太意料之外 应该是情理之中的 是 是 这次的榜单当中 并没有看到华为 但是其实在前两年 华为是在榜上有名 而且是民居前面几位的 华为在2021跟2022 就是大陆全国工商联的民企500强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榜单上面 其实曾经是在第一名 还有包括第五名 但是大家在想 为什么会从榜单消失 当然跟美国的打压绝对有关的 所以我想请教Rus 就是美国对于高科技领域 尤其现在中美打得这么凶 可是就靖和的这种关系来看的话 你会怎么看 这次我可以承认 是因为我们美国做的 这一次承认而已 这次承认 对 就是很少见 我知道 美国有说服部分欧洲国家 还有美国他自己 不管是手机或物机的这个 系统的装备不要再使用 那本来很多国家是不同意美国 但是美国的确有适应 而且后来有成功 但是不是全球 但是的确是对华为的业务 的确是有影响了 所以他就没有在这个500之内 所以不能抵估美国这个能力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也常常说 我们不管是美国或其他的企业 在这个行业的其他的企业 不能低估 华为的研发能力 而且最近新闻 我就知道 其实华为的能力 内部的能力 研发能力 还是非常非常强 虽然被美国制裁 禁制等等 但是它的研发能力 也是还是非常强 你说到一个重点 不要低估了华为 因为就像那句名言一样 说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加的强大 我们等一下就来看 现在华为的Mate 60 Pro 竟然有一个新的形容词 叫做科技茅台 马上回来 关心国际大势 掌握两岸动态 分析地缘局势 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家分享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来看华为的手机 8月29号 在无预警 没有宣传 跟没有发布任何的 什么正式发布会的情况之下 华为的Mate 60 Pro 就宣布开卖 结果你看 没有任何的宣传 却卖到一个风 最近想要买 都不见得买得到 就被号称是说电子茅台 或者说科技茅台 这样的一个称号 官宣今天又表示 他们在9月25号 还要再发布另外一支新的手机 而且这次要举办了 这个新品发布会 除了提前开卖的 刚刚提到的Mate 60系列之外 现在就是这一支折叠式的Mate X5 也会正式亮相 那么预料将会有更多的 新手机产品要登场 而这一天9月25号是哪一天呢 为什么选择在这一天 因为这一天正好是 华为轮值董事长孟晚舟 之前不是被软禁被押在这个美加 然后呢 后来获释 然后满两周年的日子 正好就是在9月25号 当时你看到他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穿着一席的红色的洋装 然后呢在现场接受大家的欢呼 这个欢迎 好 从官方的这个宣传影片也可以看到 在这个影片当中特别提到说 以海底起跑的画面表达最大阻力 是来自于最大动力的概念 种种的文学内容 其实就在告诉他们的竞争对手说 不要低估了我们 所以现在来看华为的这个市场战略 整体来看 因为你可以看到 很奇妙的是他的MAT60 Pro 先在iPhone15前先发布 然后呢等到15发布完了以后呢 现在又来一波说他的MATX5 要继续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怎么看他们的市场战略 华为受伤于地缘政治 我觉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可是也因为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关系 所以他的存活以及之后的一个扩张 得益于内部政治 这里面最主要的元素就是民族主义 把一个产品等同又成一种情绪 或一个民族主义 事实上在台湾我们一直 很多例子屡见不鲜 从早期的我们的汽车工业 譬如说育楼 受到国家的保护 或更早之前在我小时候 有一句slogan 内衣广告叫 穿出民主的自信心 产品跟民族主义互相拉抬 屡见不鲜 可是我觉得华为后续的一个挑战就是 它这样的一个热潮 刚才主持人提到说 iPhone是雷声大 雨点小 华为这次是雨点弱得非常重 但重点是这个雨下多久 可以维持多久 它的整个生产量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可以撑下去吗 还有它的产品的一个良域 我觉得这个才是观察 华为在市场表现最重要的指标 而且是不是华人 我们在安排时间上面 会特别的去想过 9月25号 孟晚舟获释两周年的日子 我觉得这绝对有 因为整个事情 整个华为受到打压 拿美国的晶片禁令的孟晚舟 是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媒体元素吗 那你现在要炒作民族情绪 当然一定要拿这样的一个日子 来凸显它的意义 好 另外我们来看 就是刚刚特别提到的 华为60说现在想买 不见得买得到 而且大家都 就是给它一个电子茅台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茅台也是不断的这个价格 被哄抬得非常的高 现在由于销售情况实在火爆 所以MAT60 Pro在第三方渠道上的价格 远超过官方指导的价格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如果要透过别人买的话 你可能现在还需要什么手续费 根据我们的了解 大概可能要贵1万块钱台币左右 好另外你可以看到 这个也是有这个大陆的网友 跟我们台湾之间 那么有台湾的朋友呢 透过大陆的朋友在买 想要买华为的手机 这也在问说 这个台湾的卡不可以用 可以 但是特别讲了 一击难求了 不用想了 现在想买呢 不见得买得到 还要排队才买得到 可是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所以现在面对了这个华为的突围 看到美国有多位的共和党议员 在14号 他们已经致函给美国商务部 要敦促拜登政府彻底的切断 包括华为中芯国际 还有美国供应商的相关联系 也就是说要把现有的这个限制 升级为全面的制裁 好可是这次也看到 在华为的新手机 麦60 Pro呢 有46家供应商 全都是中国大陆公司 它的在地化制造的比例高达了9成 这显示出的是 美国就算想要卡中国大陆科技的脖子 不见得卡得紧 卡得住 卡得死 而且可能会逼使中国的产业更加的完整化 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吴老师 的确是 那个众议院这些议员是他们的意愿 但是有没有能力做到 不晓得 但是美国政府行政单位一定会回应 所以一定会想办法再做各种的 你讲的所谓的这个限制 但是这个中国大陆市场是一个生态系 本来中国大陆有各种关税 或者非关税的壁垒 禁止外国非常强力竞争的厂商进来 比如说Google search engine 你不可以进来说我们百度就可以成长 Facebook你不可以进来说 我们社交媒体的腾讯就可以成长 现在美国做的这个事情正好 让美国本来有强力竞争力的强力的 强大竞争力的这些厂商 不能进到中国市场之内去杀法 那结果呢 中国大陆那些系统厂商 我需要有更好的第三方工艺商 原来好的竞争力的厂商 美国厂商不来 那我就知道找着推而求其次 你明明做的不好 但我只能用你 我买不到更好的 就让这些厂商有了机会怎么样 试错 一试再试 然后产生你所谓的优化 对 因为你本来做不好 那所谓的技术进步 其实就是试错嘛 只要有钱有时间 那就一再试错 就会出现你刚刚讲46家 这个本地的供应商 很多我看了一下 我都过去都没听过 完全没听过 它就慢慢冒出头来了 你知道系统厂商是不经意更换 稳定的供应商的 您觉得就是现在看到说 美方在科技的围堵上面 除了这个从机器上 从原料上 从设计软体上 想方设法的不同管道 这个多管旗下 想要围住中国大陆 所以像限制DUV 限制EDA 这些 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招呢 我想还会有很多 我知道一些 我不能讲出来 我不要替美国人想出方法来 不用跟他提供建议 就半开玩笑 但意思就是说 因为半道体整个供应率 是非常非常长 中间有非常多的环节 你有任何一个环节 missing 做不到 那你都可以卡住它 所以呢 我相信美国商务部线 正在想尽更多办法 看还有什么地方 能够某一个环节卡住 这次看到了图围 中芯国际的CEO梁梦松 是有 站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来看到Tech News 他们就报道说 其实梁梦松是 中韩半导体的进步推手 不管是跳槽三星或是中芯半导体呢 梁梦松都在用生命在做事 他曾经是台积电研发六七市之一 为什么后来又跳槽三星中芯 然后呢甚至被台积电视为叛徒呢 这个说来话长 简单来说 其实身为台湾人 还有台积电的小股东 大概都会用梁梦松先生 是台积电的叛徒 这个这句话来形容 但是呢 中国大陆的民众 会因为这次技术上 有些突破会把梁梦松先生呢 形容是中国半导体的英雄 民主英雄 对我想这个站的位置不一样 想法不一样 这件事情可以理解 那为什么当时梁梦松先生 他会从台积电离开 事实上有不同的版本跟说法 那我想综合一下 我自己理解跟听到的 那是因为当初似乎是 梁梦松先生跟其他的 这些研发的主管跟团队 对于研发的路线 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那后来呢 这个梁梦松先生 自己觉得有一点点的委屈 这个是梁梦松先生的好朋友讲的 他说呢 当时梁梦松觉得有一点点委屈 因为呢 有一天他出差回到办公室之后 他的办公室就从大大间 变成小小间 好 这个是媒体讲的 而且是媒体去求证 梁梦松先生的朋友 那所以呢 梁梦松先生自己觉得 有一点点的委屈 那再加上外面有一些 这些工作的机会跟邀请 所以后来他离开了台积电 他先去了学界 那学界呢 真的很多教书 对 那学界待了一阵子之后呢 他就去了三星 那我想他在三星的事情 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包括他帮 包括呢 他帮这个三星在技术上面 有一些突破 那也因此帮助了三星 夺下了一些重要的订单 一度还超前 Apple的订单等等之类的 那当然呢 台积电觉得说 什么可以这样子 你明明很多技术 好像似乎是从我这边 泄露出去的 因此呢 展开了一连串的 法律的诉讼 那当然这个官司大很久 达了四年多 那最后呢 是台积电胜诉嘛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 后来的事情的发展就是呢 梁梦松先生 他离开了三星之后呢 他又去了中芯国际 以至于呢最近华为的这个 新机发表照 大家觉得说 哇这个梁梦松先生 确实是有他的能耐 其实这呼应 刚刚吴老师有提到说 科技人啊 你说他真的是实事求是 然后他 其实就是苦干实干嘛 然后就算就被围堵了 可是他们就是想办法 能够从不断的试错当中 去找到一些突围之道 好 可是回到美国这边 我想起叫Ross 因为既然你就围 也围不了说 看出来什么样的一个成效 要么你就是围堵到死 可是你从现在的种种迹象 还有包括现在的 这个所搬到台面上面的情况 来看的话 显然的就是说呢 美国尤其是拜登政府 对中国要去风险化 也看到说美国呢 就是从墨西哥越南 这些国家来进口 那就是跟中国大陆要脱钩 要脱风险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没有办法完全堵死 甚至可能会导致反效果 在这部分 拜登政府难道不会去想 那就干脆有其他方法 而不是一味的用围堵呢 吴老师刚刚用冠键字 那是拖满 所以美国这些措施就是会 就是用拖 拖满 对就是中国会 对就是他的 slow catch up会 速度会比较慢 没有那么快 那美国就有这个选择 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刚刚提到 拜登政府 但是不一定 他会连任成功 我的意思是 不管是在狗会或白宫 我们已经在一个比赛 所谓的比赛就是 不管是共和党 民主党 你想制裁中国 我可以制裁更多了 就是大家在比加嘛 当然 对 所以美国一定会继续 做做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未来不管是 拜登继续的连任 或是川普卷土重来 或是其他 假设共和党当选的话 对 就是这个 对于中国的制裁 或者是围堵 会更加剧 一定会 肯定一定会 那这样 就跟着我们刚刚所 推荐到的那个逻辑 是他更加速了 中国大陆自己在内部 做研发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缘局势 没事 没事 周外到周六 晚间九点 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上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